大哥难道不紧张吗 天下男子都要过这一关 虽然紧张 但不失为一种满怀期待的紧张 可怜程做不到如此 八弟宽心 今夜你不必担心 倒是我 需要宁神静气 以备万全 不如廉程陪你一同静气宁神 这样廉程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八弟 其实你不必如此 大哥 你无需推脱 是廉程自愿的 八弟 台儿就要来了 咱们先不熟了 你赶紧回房休息 大哥 你给我点时间缓一缓 在外面 久等了 要不 你们继续 墨家公子中 数你罪食大体 所以今日 朕想将你赐婚给二公主 你意如何 严臣谢皇上隆恩 定当悉心侍奉二公主 不让她有后顾之忧 朕还决定 让连城 与你一同嫁入 兄弟二人有个照应 齐心至家 严臣谨遵圣旨 这左拥右抱的情形 怎么突然有种 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 看来是墨连城给我发了福利 不要白不要 久等了 要不 你们继续 坦儿 八弟只是过来陪陪我 他这儿就走啊 这儿就走 这儿就走 走 走 你走啊 我不 走啊 不 我回去 我不用 回去 不用 没事 我不着急 我先走 你们好好玩 坦儿 要不 奴婢就先退下了 不打扰王爷和仙人生戏水了 你们好好玩 八弟 你没事吧 我这就请于昊送你回房休息 你 我 你没事吧 不是 是 你头怎么了 大哥你别过来 他 他这是 你别这样看着我们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哎哟儿 八弟 哎 你干嘛呀 不愧是看我去你大哥屋里了吧 那你还何必去他房间里躲着 墨连城 过分了啊 你正常一点 你若再犯的话 我却想个极端的法子 让你不能再脑补了 脑补 脑补 城城是你吗 还笑 一点儿毁过执心都没有 哎 哎 哎 等等 你也发现了 这是什么破规则啊 你亲就要变回去 是谁贪念不淡 这么想亲我啊 我还以为 你心里只有儿子呢 我不知道 证换猪有没有伤到玉儿 万一我们回不去了怎么办 又看到我们最后的记忆 是爸爸妈妈在吵架 他会不会以为是我们不相爱了 胡说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带你回去的 只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 震魂中引起的 既已时又失误 也没办法保护你 不过好在 我其实 既然我 不计 远传风归去来袭 曾曾相思落满地 卷起初恋 唯又一袭情意 梦已长江的烟雨 无愁已无需惇际 一夜情怀谁在旁白手 就当做 我亲过你了 好不好 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哄你了 那怎么行 遇到困难 就要努力克服 何意 用只手帕挡住 想必就无妨了吧 这红手帕如同红盖头 这盖在你头上岂不是更应景 今日是我娶你 并非你娶我 爱夫 爱妃 开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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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